全身包緊緊低著頭 面對提問一句話都沒有說 他就是衝撞幼兒園的嫌犯 喊犯案後大辣辣在現場 等警方來抓態度差很大 落往後說辭反覆 說自己有一歲大的女兒 看到這種情況相當憤怒 特地從宜蘭蘇澳開到台北犯案 但警方查詢身份 發現他根本沒有配偶 這才改口是喊女友未婚生的 根據幼兒園提供的監視器 原方懷疑有共犯在旁邊拍攝 甚至還發生推擠 警方調查後 確認這名男子是居民 每天都會經過這條路 疑似因為錄影跟嫌犯起口角 不過讓人懷疑有共犯的原因 不止這樣 為了釐清案情 警方檢查手機裡面 卻幾乎沒有資料 就像新的 這狀況就和陸網被抓的 詐騙集團車手一樣 而且還預先準備有標語的布條 嫌犯共稱是用8萬塊 在網路買的車 但車牌已經被吊銷了 整個過程都不免讓人質疑 是不是受到集團指示 超過期的幼兒園 就在台北市新一區 其實在三天前 他們才被噴漆 包含門板跟鐵門都被噴漆 沒想到才清乾淨了 三天後又被衝撞 都是審在凌晨 先是對鐵門牆面噴漆 接著又開車衝撞 雖然嫌犯都不同人 但接而連三發生狀況 警方也承諾會加強巡邏 幼兒園外頭在噴漆當天 加裝巡邏箱 沒嗓到時隔三天又被衝撞 警方除了加強巡邏壞 也呼籲這間幼兒園 是在今年六月開立 已經換了業者 希望別再殃疾無辜 TVBS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